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康熙來的如果聊明星 度過曾經的窮苦的日子 通常是異苦思甜 就是他們已經熬過來了 然後現在過得很好 那康熙今天要安慰的是 收入不多的人呢 今天你們可以看到 是進行式的 正在貧窮當中的明星們 我們邀請了其中的七位來 歡迎各位 妳們好 我覺得站著對他們來講 很消耗體力 因為他們今天補充能量 他們可能已經不足以支撐他們 繼續站了對不對 所以站一下 我就會讓你們坐下 所以七位當中 有兩位是妳頒獎給他們的 對 有兩位 照理說不是應該飛黃騰達了嗎 對 就前天在裡面講是怎樣 會立刻飛那麼快 拿了獎之後 應該很多邀約會就是立刻回來 有一對情侶檔的雙人組合 在金曲獎是有小S頒獎給他們的 恭喜他們得到今年的金曲獎 謝謝 好... 立刻會跟沈志芳 那他們的組合是叫做慢慢說 是 我覺得無尊感覺不窮耶 他怎麼胖 他感覺吃很飽 然後我覺得曾子余嗎 你不覺得他家裡 感覺是家境不錯的樣子 我也覺得 我不知道他今天來幹嘛 不用他操心 沒有啦 我家沒有那麼好 你應該是爸媽都有 還不錯的工作吧 我是單親啊 有哥哥嗎 哥哥 你不要擾亂 不好意思 並沒有在聊兄弟姐妹的事 而且還沒有過年伴這樣幹 不是啦 他們看到我 你還說我是財神爺啊 你剛剛是財神爺啊 你一進演藝圈就賺得要死啊 沒有...我其實... 他沒有窮過喔 我有苦過 我以前還拿便當回家吃 還拿一個給哥哥 你都偷製作組的錢啊 不是啦 拿便當 曾子余就混血兒臉先不管了 對不對 可憐也感覺是 因為說實話 就是這個天氣 還有能力在單一之外 再搭配的話 其實就不能算全 沒有 這是借來的衣服 OK 也是青龍界的嗎 你這是青龍界的嗎 我青龍界的 是... 因為你看他很講究耶 他手錶 鞋子 好像還有手環 配備完整的 這是朋友自己做 然後就是去鋪嘛 螢光夜跑的時候送的 都不用花錢 鞋子也是 他有力氣夜跑啊 其實衣服是靠運動嘛 因為運動就可以多喝水 然後他們就... 然後我覺得凱莉 凱莉也不像是窮的樣子 今天這衣服是自己的吧 沒有 借來的 今天衣服是借的 可是他應該... 你應該還是有去保養吧 定期 有 做臉的保養 沒有耶 不是他便當長大的 看起來都很好啊 你的窮酸藥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真的 我真的窮都只剩錢 好得意喔 我覺得吳懷中看起來會不會比較... 我覺得他可以很窮 是 我很窮 你今天是以本來面貌 出現在我們節目裡是不是 都自己的衣服啊 自己的鞋子 然後你頭髮是有塞得過 還是沒塞得過 我髮型是自己剪的 對... 真的嗎 我年輕後一人 就覺得哪裡不對勁 應該是自己剪吧 我頭髮是那個 我們家嚕狗的那種剃毛刀有沒有 然後拿來自己嚕掉 那捲髮是自己出門之前 上那個捲子 先捲好 然後再過來這邊 再給照演師做一下 捲子也無法加熱吧 不能加熱 對 就是用吹風機先熱烘一下 然後呢 讓他量一下 然後再熱烘一下 再量一下 你怎麼會有捲子 這很久以前 媽媽留下來的那種很細的那種 像包豬婆那樣子 燙頭髮的那一種就是 對 所以他...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比賽 然後你真的是很窮 而且你年齡又比大家都大的話 這樣你就會冠軍喔 那一面很高 年齡好像是比大家都大 因為你在演藝圈備份很高嘛 也沒有備份很高吧 就年齡 也是演孽子出道的嗎 是 孽子已經算很久以前的戲了 那是多久以前的戲 現在算差不多13年前 14年前左右 孽子不是張孝全他們出道的戲嗎 范子偉他們 對... 最早出來的第一部戲 主角裡面還有我啦 所以那是你的第一部戲嗎 是 然後你就消失在演藝圈了 沒有消失啊 就那個時候拍孽子嘛 就是我們那時候演主角嘛 我啊 范子偉 張孝全 金晴嘛 然後那時候客串的還有 陳柏玲啊 楊佑寧啊 結果我周圍... 周圍都變大咖了 然後結果我自己還這個樣子 所以你今天的確可能是 年紀最大對不對 好像是耶 小鐘哥年紀也很大 他們也小了 他們已經活過來的人了 所以你有去做調查說 其他人跟你之間 發生了什麼事是不一樣的嗎 也沒有 但是我年紀拍完之後 我年紀拍完之後呢 去做了兒童節目 做了一個兒童的外景節目 這可能就是... 這是關鍵嗎 做兒童節目會造成窮吧 因為做兒童節目 就很容易被定型 不過我兒童節目 有得到金鐘獎啊 那很...那很致命 我跟你講 就是得了之後我就... 別被加冕這個音量 慢慢說 聽了很害怕你知道嗎 得獎從來就... 請問金學獎有獎金嗎 我不知道 有 有獎金 有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有朋友得過 好像有20萬的獎金 還是多少的獎金 這麼多嗎 有... 你們都還沒去領喔 我幫你們去領 有不是領 那金鐘獎有獎金嗎 有 有 十萬塊 是的 但是我們主持全郵 那時候那一次有五個人 然後一個人分下去有兩萬塊 但是因為我們就是電視台 大家就一起共襄盛舉 所以又要唱歌啊 又要吃東西 那種就自己還要倒貼很多錢出去 所以金鐘獎就是光榮個 一兩天就沒了嘛 就燒錢 好 所以妳今天 如果妳有可能冠軍的話 我們有一些小小的微博的心意 可以告訴妳 是 所以呢 各位今天 經過評審的認定之後 如果真的是很窮的話 那個財神爺 喂 又要來送幸福啦 這個可以獲得獎金一萬塊 以及24小時韓式燒肉的 這個餐券一萬塊 而且三次康熙來了的通稿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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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都是給真的 這太棒了 歡迎各位請坐 謝謝 我們要比賽內容是 他們必須要講出具體的 他們花了錢的數字 在租房子的舉手 所以除了你們兩個之外 吳鎮是住... 我是住家裡 可是我也要幫忙share房租 share多少 我一個月要幫忙share 五千塊的房租 OK 對 凱莉房租多少 五千塊 OK 五千塊在台北 聽說妳調查過是... 最便宜的 因為我是住... 就是我有上網做功課 然後我有找台北 比較便宜的雅房 就是那種廁所 還要跟別人共用的那一種 算很便宜的 因為我上網找其他五千元 對 就是車位 五千元我也住過內湖跟大治 五千元可以住到內湖跟大治 就很像廢墟喔 對 裡面是黑的嗎 對 就是沒有... 沒有 博焱今天是硬撐的 因為他住的地方 還有自己的廁所 沒有 那廁所... 人家還要跟人家share 沒有 我的廁所 是跟室友共用的 而且他明明跟我住同一棟 沒有 同一棟 好想來 先通一棟 這次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剛... 那個跟你住同一棟 是我剛當完兵回來 然後我沒有地方住 然後我好朋友那個 只有發揮那個阿達 他就收留我 就跟他一起住 我跟兩位評審約好 就是今天我們除了選出冠軍 要給他剛才的那個優惠之外 對 我們選出一個就是最假的 就是來騙他 然後那個人 我們對他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要連續發他三次來 康歇邀請然後都取消 好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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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也覺得很好玩 這主要有一點正義感吧 我跟你講你很接近喔 我很接近 因為我們做的是 現在還在發生的故事耶 對 我現在房租 原本是五千塊 現在也才六千五 你也有租停車位啊 原本...因為住那個 原本上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有開車 但因為我爸在我生日的時候 把他過戶給我 我覺得壓力很大 我就把他開回家 然後現在住的地方 是沒有辦法停車的 所以我就只騎摩托車跟搭機 所以你名下有車 因為我爸爸他過戶給我 我意思是說 他爸爸硬要送他一台車 他不要... 對啊 你還在講的家裡環境還沒辦法 你還在幹嘛 沒有 因為我... 國中畢業就離開家裡 他過在你名下是老師來思嗎 是舊車...十幾年的舊車 先講牌子啊 對 品牌 牌子 我爸過戶一台很老的賓士給我 對 這樣就來了 裝逼的 對 不是 那也是我爸跟... 我們三次取消他的通告 今天就第一次了 對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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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來 你為什麼要來氣你的同事們 你幹嘛來裝窮啊 我沒有裝窮 我是真的很窮 開賓士 因為我... 其實我曾經有六個月沒有收入過 就是 你現在已經沒有說服力了啊 你不要以為你講話 故意低沉就好嗎 而且他個子很大 長得很好啊 而且你講得沒錯 他有體力去路跑 路跑是需要很... 跑完要大量吃東西的耶 對 你怎麼會去做這種事 而且我印象上次跟他上節目 他還去日本卸購了一個女生 我還印象 那個是我媽媽的員工旅遊 然後我媽不用錢 他付機票是他帶回去 所以你爸媽就會超有錢的人 對啊 而且我跟你說 上次上我節目是介紹很多球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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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不然你旁邊坐的人 就會那種去早餐店 討吐司麵包的邊來吃 還有一個拿空瓶這些狀況 謝謝大家 我今天可能要先離席喔 你要怎麼真的走開 你自己也要講 好 所以五千 五千 房租 然後無尊也是五千 可是是家裡嘛 所以交不出來的時候 你家人總不會把你踢出去啊 對啊 就是我通常都還是會交出來 而且我現在一個月收入 其實也沒有很多 有時候 那幾乎就是在一萬 你到現在還會一個月不到一萬嗎 對啊 就在一萬的邊緣有種 你不是已經有點名氣了 沒有... 你不是有個角色現在很紅嗎 珍珍 大家都知道 最近就是有一個角色 是不是 還是... 大家好 我是珍珍 來自馬來西亞 三尾 三十六... 三十六... 沒有一樣 不要看珍珍這個樣子 很多人說珍珍有明星臉 說我長得很像莫文蔚 我長得很像莫文蔚 我長得很像喔 沒有長得很像耶 這麼一樣 牙齦怎麼可以那麼像 這一句我不想接 會等這個人 你為什麼一戴假髮 整個人會不一樣啊 我也不知道 這個假髮可能有種特別的魔力 而且很多人說我戴假髮 不只像莫文蔚 還有誰 像有時候像楊帶鋼 沒有 可能是牙齦的問題了 是 她的牙齦最像 牙齦通用的 是的 今天只可以扛起一家中間 小衛生 討妖媽幫忙 你也有積極貸款 我有 貸多少 大概六十幾萬吧 你現在還是學生 對啊 你以後就要還貸款了嗎 我畢業就要還貸款之後 我還要去當兵 就變成家裡就沒有收入 沒有人給我媽吃飯 只剩媽媽一個人 對啊 媽媽一個人 因為單親然後跟爺爺 就我們三個是住在一起 那爺爺是沒有辦法工作是不是 沒有 那他現在拚起來很困難 給他錢啊 謝謝 我拚起來很大一些 所以他直接給了嗎 珍珍這個角色是已婚婦女嗎 這個角色其實 我那時候在發想的時候是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一個節目 就是因為你知道 國高中很無聊 就會轉到那種八十幾台 那種越南情緣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覺得 這滿有趣 就把它留在腦海裡面 因為我之前有在錄那個 綜藝完很大 然後我去當關主這個角色 那因為前陣子我表現 其實錄影的表現都沒有很好 那我的經紀人 對我語重心長的說 就是無尊 你這次去文藍大 應該是你最後一次去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你表現都不好 那我就想說 那就把珍珍拿出來試試看吧 結果沒想到一去之後 就是大獲好評 大家都喜歡珍珍那個角色 可是就是那一次之後 我通告就稍微多了一點點 但是假裝...假如十個通告裡面 可能有九個都是珍珍 沒有一個要無尊的 珍珍比他好 好 那我還是就把假版帶起來 好了 開心 九個是因為珍珍也很好 那錢還是歸你啊 又不是歸珍珍 就有個帳戶叫珍珍嘛 就是變了她是一個 我自己創造的一個角色 所以你還在跟自己 創造的角色吃醋嗎 是 所以大家邀請珍珍 你會不高興是不是 是還好 他回家還會跟珍珍吵架 什麼意思吧 考吐司編的是你嗎 對 是我 就是 那個什麼時候的事 那個算是我大學畢業 剛比完魔王大到二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 本來有一份救生員的工作 因為有時候通告會卡到我的工作 那你就必須 因為他那個都是事先排好班的 你又不好調班 救生員薪水多少 我那個時候一個月差不多六千吧 救生員的收入六千 加上上節目的收入多少 八千元左右 一共八千 對 一個月差不多八千塊左右 你說上節目只得到兩千嗎 對 而且我那時候 一集通告費是一千塊 所以等於說一個月只錄一兩個 十拿一千嗎 對 十拿一千 不用再扣來扣去了 不用再扣來扣去了 他一個月只上兩個節目 還會撞到救生員的 這樣我實在聽不懂 運氣也太好了吧 所以那個時候就為了 太容易排開來吧 那個時候就真的很窮 為了說圓這個夢 所以我就把救生員這個工作辭掉 你不會是連在救生員界 都是不搶手的救生員吧 是 對啊 就男人想滴水給他救就對了 怎麼可能救生員要分紅 或者不紅嗎 因為他們其他救生員都比較資深的 我算是比較菜鳥 所以我的班一定會比 你沒有辦法進入那個 搶班的房間 對 就可能他們排剩下 我再去填那個貢 所以也是等於被排擠的 所以你的時段會很差嗎 我的時段嗎 通常都是早上六點要到 然後上到下午兩點 那那個時候我就真的很窮 所以早餐店我也是去吃早餐 我就看到他們老闆 就是把那個吐司鞭 因為大家通常都切鞭嘛 然後把吐司鞭丟到一個袋子裡面 我看到好多吐司鞭喔 我說你們那個有要嗎 老闆說這個不用 我說那可以給我嗎 好像沒有耶 我就看到他就堆在那邊 不是有人會把那個什麼煎來 或炸來吃嗎 炸一炸 變成餅乾 所以你沒有故意說 你要做一道 測試一道美食的料理什麼鬼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 很餓 已經找不到任何藉口 找不到任何理由去 已經不要面子了 就是我只是要穿飽就好了 已經不要面子 所以回到家打開就直接吃是不是 有沾那個麥片就這樣去配 沾麥片 就是家裡會有那種麥片粥 然後就會泡 然後就一直可以沾 然後跟爸爸媽媽這樣 大家一起吃 沒有 因為就我一個人這樣吃 所以那個時候 你還住在家裡嗎 我還住在家裡 那媽媽看到 一定會說媽媽煮個麵給你吃 什麼的吧 媽媽那時候有上班不在家 那可是媽媽工作其實也不穩定 有時候有 有時候又沒有 是哪一類的工作 她是在做就是電話 類似電話行銷那種 對 那有時候就沒有 你媽和我媽一樣啊 一樣嗎 我媽也是這麼電話行銷 會不會... 所以妳有副科 妳有副科嗎 因為我也有在給我媽付房租耶 對啊 所以妳媽媽也是電話行銷工作嗎 對啊 那工作內容是什麼 就是打電話問你要不要買保險 然後通常現在一般人接到這種電話 人家都以為是詐騙啊 行銷啊 大家就立刻掛掉就對了 對啊 因為大家都沒有想要 跟你多講啊 所以電話行銷現在是 收入可能是零 有可能是零 因為如果你沒有推銷出東西的話 就是你就沒有業績 沒有業績就等於說你沒有收入 可是沒有底薪嗎 沒有 沒有底薪 都沒有 沒有啊 就是看你的講話的功力 所以媽媽沒心情在家裡 看你吃什麼 她去工作 對 她去工作 持續吃麵包邊吃了多久 現在還在吃嗎 現在比較沒有在吃麵包邊 我想去藥 而且我現在 而且我現在的一個月通告 對不對 收入差不多一萬多嘛 那我除了繳房租五千塊之外 我還要繳我的助學貸款 4882元 所以繳到之後 我一個月就可能一、兩千 兩、三千什麼東西 能花只剩下一、兩千了 助學貸款 就是畢業後就要開始還 對 那因為我剛好讀福大 請問各位有人助學貸款了嗎 可是他可以申請那個往後 博焰助學貸款 對啊 沒有 我真的是助學貸款 為什麼 你爸那麼有錢 幹嘛你要助學貸款 我爸沒有錢 不是 你爸爸那台車賣掉 就有一大堆錢啊 那台車也沒有值多少錢 爸爸把老兵士過在你名下 就是他有新兵士啊 但我就不是 沒有 因為那是他... 他就是公司的車 然後他把他過老兵士 爸爸是屬於自己的公司 他把他的工作 他越找越多 公司是他開的嗎 他跟人家合同 所以這是老兵士嗎 其實我們在那邊裝飾 他就老兵士嘛 你真的很可惡耶 你是嗎 只是因為我沒有跟家裡拿錢 但是你可以 只是你不要是不是 你是在演流星花園嗎 你是少爺 你是少爺 你幹嘛在那邊氣你的同事啊 沒有 真的 我家境沒有特別好 你也有助學貸款 我有啊 貸多少 大概六十幾萬吧 所以是這樣就可以念完大學 還沒念完啊 現在還在貸 你現在還是學生 對啊 所以你畢業後就要還貸款喔 我畢業就要還貸款之外 我還要去當兵 就變成家裡就沒有收入 沒有人給我媽吃飯 只剩媽媽一個人嗎 對啊 媽媽一個人 因為擔心 然後跟爺爺啊 就我們三個是住在一起 那爺爺現在是沒有辦法工作 是不是 沒有工作能力啊 那他這樣聽起來很困難 給他扯罰 謝謝 我聽起來好像很先 現在直接...直接給了嗎 等一下 然後你可能有敵人是不是 吳懷中跟那個凱莉 可能是敵人 要相信 所以...而且無尊不知窮 他有人格上受挫折 所以... 你有職業傷害嗎 職業傷害 我就變成是說我每次都要 因為他是拿吐司邊嘛 但是我就是去拿水 因為我想說喝水可以衝擊 然後...對 我就每次去飯店 職業玩家吃很飽耶 對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兩個禮拜出一次班出三天嘛 所以說14天扣掉三天 總共有11天我就不怎麼吃 然後去出班的那三天拚命吃 然後有伴手裡的店 我就跟老闆就是... 對...然後拿一些乾糧 那為什麼還要偷水 偷水 因為水就是把它... 不是偷啦 我是拿 因為飯店那個就是給我們的嘛 我就把它拿回來 這樣放在床旁邊叫什麼 所以你每次出去住宿的時候 旅館供應的水都帶回去 那很重耶 三十幾瓶 然後有時候公關還會很好心說 你們可不渴 要不要喝 店家也會給 我就全部都拿 然後你就是儲存水 對 然後喝完之後 因為要去TVBS配音嘛 那邊有飲水機 我就把那些空罐子 全部再帶去裝 所以你為什麼不煮開水 這樣可以省水啊 省水 對 你煮開水也是要拿那個 你說水龍頭的水 對啊 然後再倒去熱水 可是那很便宜吧 能省久了 那個也是一筆錢 所以他省水還包括 他去用人家的洗澡間洗澡 誰的洗澡間非常小 應該就在了路邊 跟哪一個人要找他去找 沒有啦 因為現在那個運動中心 他們就有開放人家運動嘛 但是他們洗澡的地方 是在外面 他們有收費的 就是說你... 廁所裡面 還有一個隔間出來的 對 所以你就直接講到要上廁所 你也有經過這一切是不是 因為他進去消費的地方 都會瞄一眼免費 然後我們也去運動 對 然後就進去洗澡 結果他們也不知道啊 吹冷氣呢 吹冷氣 我就會跑去... 天氣熱就會跑去成品 或是去百貨公司吹 但我不會去超商吹 因為我覺得窮要求那個骨氣 要求好久 對 就是去那邊吹 我氣死會被人家不一樣 就像剛剛兩位看到我說 覺得我好像... 貴公子 對 家裡不錯 是因為去百貨公司的關係嗎 對 常常在那邊走 他也要去... 給他把三斤照 好可憐喔 吳俊演藝之路超不宣 盡躲廁所吃便當 吳俊他有去錄影的時候 偷了便當到廁所去吃喔 好可憐喔 因為以前有一個節目 它是每天錄的 我如果有一個節目是 它是每天錄的 大家知道 模仿節目就有一個工作人員 就跟我講說 吳俊 因為妳再怎麼來看 我們也不會把妳吹掉 後來當下我瞬間眼淚就流了 好可憐 然後就一邊哭一邊走出攝影棚嗎 沒有 一邊哭又一邊走回廁所 然後再跟吳俊 吳俊 他有去錄影的時候 偷了便當到廁所去吃喔 那麼辛酸喔 因為以前有一個節目 它是每天... 我錄過一個節目是 它是每天錄的 哪個 模仿的節目 對啊 全民最大黨嘛 跟你同一個節目 那時候我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那時候漢妮已經在裡面了吧 是常泰行的演出 常泰行的演出 很常看到漢典哥在那邊 那你呢 我那個時候其實一個月 去那邊可能只有一兩個通告 那那個時候有個工作人員 他就對我說 就是吳俊你... 沒事的話可以去那邊就是 看一下觀摩 然後學習 也是要這樣 也有便當可以拿 但因為有時候他們發我的時候 沒有發我的時候 我就會不好意思吃便當 所以我就一趁他們9點進去 直播的時候 我就把便當偷偷的帶到廁所 就是偷拿 然後去吃 去吃便當 然後吃完之後 趕快吃完之後再出來看 看了差不多大概兩個多月的時候 就有一個工作人員就跟我講說 吳俊恩 你以後不要再來看 講這種話 請問你講的吧 不是 我是交代人家跟他講 我們直接跟他講 你當時有注意到他這麼可憐嗎 我沒有注意到 有啊... 我就是一直在演出嘛 然後我沒有注意到這個 但是其實我以前也有這個階段 去觀摩 去觀摩 然後也是沒有發我 可是你很棒 你去觀摩一下 你看就會拍一個角色跟你演 沒有...我也是觀摩了 大概三個月才有 到廁所吃還滿...感覺滿可憐的 對 而且那個時候他就跟我講完 講完說就是你以後不要再來了 因為只要你一上台 觀眾就是討厭你 就是罵你 今天呢 如果有... 所以工作人員直接這樣講嗎 他都講... 誰啊 我滿好奇是誰的 他還在這圈子嗎 你現在講的話 是他當初的原話嗎 一模一樣 就是一模一樣 然後 女性嗎 可能就比較... 一講就太明顯 你是不是有什麼把柄 你落在他手裡 他才會這麼討厭你 那麼討厭你 還是他便當過他才管呢 可是每次都會有多訂購 對啊 他當時這樣講不就很... 你會覺得很下不了台 我不會下不了台 因為他講完轉身就走了 所以我就默默的說謝謝 他走的時候 我還在他背影說謝謝 然後你就真的不可以去觀摩了嗎 然後沒有 後來當下我瞬間眼淚就流下 好可憐 然後就一邊哭一邊走出攝影棚嗎 沒有 一邊哭一邊走回廁所 然後再講一邊 然後就去吃 對 繼續吃 怒吃 對 再來一個怒吃 對 你為什麼不回去當救生員 就只想要圓一個夢 就是 所以你現在夢還沒醒嗎 對 不是 我知道 那圓多久 你才要打算回去 找一個真正的工作 三到四年的時間吧 試試看 因為我有曾經跟他合作過節目 其實我覺得他算很能吃苦 而且我覺得以他的才華來講的話 我覺得算新生代裡面 真的是很不錯的 對 像我看過他模仿過異形 你們有沒有看過 沒有 有人會模仿異形嗎 對 是有一個電影嘛 就是那個異形戰場異形 他就是這樣 很厲害 對 對 我沒有看過有人模仿異形 好想的 好多 你有看他模仿那個 裡面有個小的嘴巴 會再生出來那個的嗎 這個我可能就比較沒有... 這是一個很費力的模仿 對 我也模仿到很急電話 所以交通費是... 我是騎摩托車 那你很厲害 你有摩托車 摩托車可是就是騎哥哥二手的 他快要...他快要那個 他快要輸了 因為他摩托車將近十萬元 對 我那是分騎 才發現怎麼會分完騎那麼多 分騎比較便宜 我不知道有什麼零利率啊 什麼利率我不知道 然後被他弄一弄之後 我就每個月就是硬付八千塊 付到我以前 你也有買摩托車 我 你沒有買 我也是哥哥的耶 然後是大白 就很大才一二五 然後我人那麼小 然後同學都說 你怎麼每天都騎戰車 然後就要破也要破這樣 很大聲 凱莉有買摩托車 有 可是我是... 我是在暑假的時候 然後打兩份工 然後才買到的 結果花多少錢 花了快五萬而已 摩托車現在要五萬是嗎 對 五萬已經算滿便宜的 可是十萬算是很好得的 所以妳是發到摩托車 我那台沒有很好還要十萬 我那個只是一二五一般般的 可是你聽到十萬 就應該打退堂股啦 可是有那種學生長案的 就是上課 我就是弄啦 可能是因為我那個存責啊 薪資證明不夠有利吧 他就是不高那種什麼管道幫我弄 弄到可以分期付款 所以那個利率變是要很高 那時候因為我又在淡水念書 我這樣子來回跑...太遠了 所以你選一台好一點的車 你幹嘛 我那天要害我 你想害我 十萬 十萬真的很好 十萬真的很好 那個原本是要很好 十萬摩托車是 請問擁有摩托車 跟坐公車和捷運 哪個比較省錢 坐公車跟捷運 省錢 比較省錢 對 可是摩托車很激動啊 他其實加六七十塊 就可以跑一整圈 所以誰是公車跟捷運的嗎 我 你要贏了 我自己...我自己有開車啦 那是因為我... 六十... 六十... 結果我是在... 因為拍完捏子之後 就開始一直拍... 就是就開始進入這個圈子 然後開始演戲 然後有做節目 然後呢 那個期間呢 就是當演員就比較辛苦 有時候可能要上山下海 但是因為我們自己 沒有交通工具的話 就常常麻煩說 這一場有你嗎 今天那不然 跟你一起上去好不好 就是同學的演員有開車 就搭他的車上去 或者說等他...我拍完的話 等他拍完就跟他一起下來 如果說他要拍很久的話呢 我就可能等工作人員啊 就是可能要去放飯之前買便當 我再搭他們車下來這樣子 那就這樣經歷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時間 然後存到一點錢 就買了一部二手車 車子基本上我都把它停在... 停在東區 因為東區... 東區很貴吧 東區的... 東區大家找停車會很難找 但是我在車... 東區都可以找到那種 不用錢的停車位 不拍戲的話我就是停在那邊 因為我家住南崁嘛 所以平常車子是停在東區 然後呢 就是... 離太遠了吧 很沒關係 因為我住南崁是住我岳母家 因為我... 你結婚了 是 還有小孩 對 還有小孩 你有小孩 對 然後是靠你一個人養家嗎 對 現在是靠我一個人養家 太太不能工作 因為照顧小孩 因為小孩現在還很小 差不多八個多月 還要賺哪一份錢 而且本來有想說 要給人家請保姆帶 但是新聞很多就是在 很多保姆有狀況 這樣帶小孩帶出問題的 而且你有多餘的錢請保姆嗎 沒有 所以我現在就是 我自己晚上會在就是 那種物流公司搬貨當工人 他... 你是不是有搬貨的影片 有 還有影片啊 為什麼會有搬貨的影片 是件事件掉出來的 我們偷偷請我經紀人 就是拍了一小段這樣子 好 我要看你搬貨的影片 好 大家好 我是吳懷中 這裡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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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的工作耶 看得出來 他感覺是很俐落 就是是熟悉的 他那個動作是幾乎已經 不用想了就這樣搬 這樣拉 真的有在那邊上班 我這個嗎 做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所以現在還在做嗎 現在還在做 早上就是剛下班 然後回家洗一洗再過來 你半夜到幾點到幾點 12點到9點 到早上9點 對 無止境地搬東西 對 無止境地搬 而且他就是 他12點開始到9點 他只能休息 就是每兩個小時休息10分鐘 那有夜系怎麼辦 有夜系 曾子余簽為黃東威旗下藝人 卡通小S 超傻眼 黃東威旗你哪來 沒有 你是我老闆 我的經紀人在那裡啊 金正有來 喜楊喔 其實你金正有來 金正有來 金正有來 他最近出外景是有宇宙新長跟我講 他說你認真一點好不好 他要退休 真的嗎 他真的有問題 金正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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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是喔 莉莉德惠是當過酒醋小姐 我在高三升大學的時候 然後也是因為酒醋 其實時薪滿高的 對 然後我就小時候去煮 就是她其實很辣 但是因為我很矮 但是露肚子我根本露不出來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還滿安全的 它本來是兩截式 然後結果我穿起來就是黏在一起 所以妳跟沈志芳在一起之後 兩個人在收入加起來不就很好 現在是因為有加入經紀公司 然後他有給我們一個保障 那之前我們獨立製作的時候 也就賣...只有他在做業務 我在上班 用我上班的薪水 聽說妳的工作跟馬達有關 對...我賣馬達的以前 我是馬達的業務 馬達 你會賣馬達 我會賣馬達 馬達是單純在賣的東西嗎 是 對啊 它像攝影機的那個 鏡頭的那個前後 如影如鬧 監視器 縫紉機 打卡鐘 然後手機 裡面都有馬達 所以你賣的是不同款的馬達 還是同一款 它都統稱叫做布鏡馬達 小馬達 你把固定薪水還是美賣出去 一個就... 我有...就一樣業務都是底薪 然後再加上你該拿的抽層 就是抽層 底薪是OK的嗎 底薪就業務底薪都是最低底薪 多少 以前是一萬九千九百多少 那七月一號變兩萬零 八塊錢嘛 所以你說那時候還是你男朋友 在賺錢而已 對 那時候 你拿他的錢嗎 對 經紀公司有給保障底薪 已經很少見了 對 已經很好了 已經真的很好了 如果沒有給保障底薪 其實我可能就不會踏進這一行 因為我在做業務的時候 我有...我有買房子 那房子這件事情 它如果沒有保障底薪的話 我根本不可能 所以你是有房子的人啦 對 我有房子 那很好啊 經紀公司有給你底薪喔 他像...有... 他像... 所以他們還剛得到金曲獎 那你們輸了 我有抽到房子 但是我經紀公司沒有底薪 前陣子有個機會 我們有抽到那個 林口的那個合一住宅 每個月多少錢 每個月... 前三年是每個月要付一萬 第四年開始就要三萬多 然後我現在賺兩萬多 那怎麼辦 就是因為銀行貸款貸不下來 你剛剛是在看你的經紀人嗎 你看你經紀人幹嘛 你要逼他在康熙給你底薪啊 因為我那個貸款 真的貸不太下來 結果最後 我就想說沒辦法 然後銀行就有說有個方案 就是說因為你貸不下來 那為了要保障我們 你以後每個月 可能要付八千多塊的保險 類似保險這樣 那我就講給鐙輝哥聽 鐙輝哥就罵我 你是智障喔 那我當你保人好了 所以... 黃鐙輝 對 鐙輝哥 我就是窮到還要找 黃鐙輝是你老闆 對啊 他是我老闆 我的經紀人在那裡啊 今天有來 喜喜喔 鐙輝的老闆 喜喜是你經紀人 黃鐙輝已經簽下你了嗎 對啊 簽第七個月了 今天7月1號 而且他們兩個 是一起出外景的對不對 對啊 他們是 你有替黃鐙輝帶來收入嗎 他最近出外景 是有宇宙經常跟我講 他說你認真一點好不好 我想要退休了 以後就靠你了 他是覺得我是一個可照之才 他在退休了 他不是新人嗎 他走紅了嗎 他在這裡 你現在可以先走 我們在退休嗎 等一下 等於說他簽你之後 你主持費 就是壓在你身上 他想要打造你對不對 對 有點壓薄壓薄 可是你這樣主持費 要分給他耶 因為他可以抽你的錢啊 對啊 你已經賺那麼少 你還要分給他 經紀公司本來就... 也是因為換了這個 我現在都可以上康熙啊 沒有啊 第四十 你以前也有上康熙啊 但是跟黃燈輝沒有關係 去年我們還一起上康不是嗎 沒有 那是製作人 本來就要找你的 對 所以不是去那邊 不是啊 今天是黃燈輝 你後來上這一集的啊 是喔 主題符合 對... 請問一下 你自己想一想 你簽給黃燈輝之後 你人生有變得更好嗎 或者說演藝事業 有沒有接到更多工作 有比較多通告啦 對啊 還是有賺一點錢 但是還是要被愁 沒錯 所以你們兩個 餓的時候是吃什麼 我...我是吃那個 我喜歡吃番茄醬 所以我什麼東西都可以配番茄醬 那真的窮的時候 就是白飯配番茄醬 白飯是煮的嗎 煮的... 白飯還買得起 對啊 所以自己煮 然後配番茄醬就吃完飯就好 然後它是配辣椒醬 就是煮一鍋白飯 番茄醬跟辣椒醬 對啊 所以冰箱子 然後這兩個其實就可以維持 最基本生活 會生氣嗎 如果就是生活太苦 會想說我到底跟你在一起幹嘛 其實如果S姐 三年前問我這樣子 我可能說不會 但是其實真的會 真的很窮的時候 真的會很容易發怒 而且是... 尤其是生活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你們兩個好像是 不願意跟朋友出門 因為不願意付錢吃飯是不是 對 對 說得很現實就是這樣子 如果朋友約 會跟他說我沒空 或是我沒有要出去 是因為其實根本有意思沒錢 那有時候 比如說比較熟的朋友 會等到就是說 那好啦 我請你 好 我有空啦 馬上回去 馬上出去 所以如果朋友打電話來說 我們去吃飯 然後你們說你們沒有空不想去 掛電話後你們兩個會互相吵架 這個還好 比較麻煩的是結婚 我們的朋友 不是 我們這樣 我們有朋友大部分紅包 在結婚紅包這個時候 因為他有他的朋友 我有我的朋友 有些朋友是不能 不去或是不給的 那這個時候就會吵架 要包多少 對 所以你們有基本盤... 基本盤吧 包多少 很丟臉耶 這個要講 包多少 我們最低有包過一千多塊 然後兩個人去大支這樣 我們有一千... 是不是好像一千八吧 我們有包一千二 好像一千八 然後我們兩個去吃 人家還把他打包帶走 我覺得一千八說得過去嗎 一千八可接受吧 真的嗎 對啊 看似在飯店還是那種喜宴會 飯店 怎麼樣 吳俊 你有什麼事想說嗎 我這個月剛好參加滿多婚宴的 然後都是都還滿高級的 就是有精華 經典那種比較高級 可是我還是包了一千六而已 而且就是大支也是打包 而且我那時候還想說 反正有多的喜餅 我就拿了四盒喜餅回家 喜餅 他們都算好好的 喜餅怎麼拿啊 可是一個月一萬多的收入 包一千多也很吃力耶 對啊 就是很... 可是沒辦法 因為剛好是同班同學 然後又是那種就是 教會對我很好的大姐姐 就是都是很好 你沒有辦法不包的 可是這個孩老婆 他十幾萬也包一千二啊 沒有... 沒有... 小處理他現在還一千二喔 他是不去的時候 沒有... 不去三千六啦 最少三千六啦 你起跳三千六了 對 起跳三千六 那以前沒有包過一千二嘛 你不是都包一千二 那是真的沒錢的時候 你知道立德會跟沈志芳 他們那個慢慢說組合 聽說是金棉金曲角 如果你不頒獎給他們 他們就不參... 他們就不再繼續待在音樂圈了 走不下去了 真的 是要收工了嗎 就是我們真的在金曲前 家人什麼都在問你說 我覺得你真的不適合走演藝圈 對 然後你要不要就找份工作 然後我們也有認真討論 討論說我們年紀 其實也有點大 如果真的沒... 金曲獎真的沒有什麼消息的話 可能真的得認清事實這樣 所以這是即時雨耶 就真的... 真的... 至少那個獎金 還可以撐一段時間 我們今天才知道獎金 待會兒冷靜靜靜靜靜 想問一下 而且你在台上頒獎前 開他們玩笑 真的會讓觀眾記得他們耶 就比別的得獎人 更加留下影響 謝謝 好險你有分手 可是... 可是得獎宣布後 有立刻門庭弱勢嗎 還是... 我們有上康熙來的 對啊 我們現在接到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上康熙來的 對 你們不得我們也會請你們嗎 為什麼嗎 因為主題 因為主題 對啊 沒有接到一些演唱的什麼商演嗎 有... 有開始了嗎 就是會來詢問 但是還沒有真正的拍上去 這樣子 但是工作不然沒有很多 康熙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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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唯一吃到一次 是我們去公司 我們公司MVs在日本 然後他招待我們吃燒肉 那是我們 唯一一次吃到燒肉 凱莉妳有要吃燒肉嗎 有啊 妳不用吧 女生吃燒肉頭髮 會有那個味道 很麻煩 妳現在還住在那個小房間裡嗎 對 她還住在那個小房間裡 她有拍照片給我們看 這真的很小 這真的...一個人睡而已 就這樣了 幾乎是地板耶 就是沒有什麼活動空間這樣 在座唯一還住在這個雅房裡的人 就我還住在那裡 然後妳沒有節目嗎 這目前有多一點點 但是之前如果沒有的話 我又會去打工 就是我是早上白天的時候 大概十二點左右 我會先去服飾店 然後就是站一天 就是招呼客人 然後到了晚上十點打烊 然後我在走路去 她大概徒步走十分鐘 然後到一間酒吧 就是開始就是換衣服 然後開始就是 什麼身分 不是 沒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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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不是 我的 不是 我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她的身分是差很多 因為早上就是那種 歡迎光臨 然後隨便看看 然後晚上是下班了之類 就不是那一種 不是... 這不是什麼 什麼叫下班 什麼工作 不是 要跟客人聊天的酒吧 妳要陪客人聊天 要 就是因為我們要在裡面調酒 可是無論如何應該談不上悲慘 因為以她的漂亮跟青春就是 很容易處理 對 因為比...條件上比起來 就是吳尊比她悲慘 對 吳尊比較悲慘 然後那一隊得金曲獎 所以不要管他們 我們其實也很缺 對 因為他們得金曲獎 就是有光環的地方 而且那個還會賣小馬達呢 好 吳尊跟吳懷中 然後伯彥是騙子 不要理他 然後曾子余 曾子余 曾子余有人要買房子給他啦 曾子余有房子 曾子余也不行 而且黃鐙輝會照他嘛 對 黃鐙輝會照他講錯東西 所以只剩下... 所以兩位評審 只剩下吳懷中跟吳尊 對 兩個姓吳的 我覺得... 姓吳 不同字 其實吳尊也很慘 而且他最主要是受到那個言語上 那我們是不是要比他們 出道的年數啊 而且老實說吳尊還年輕 他有大好前途 對 吳尊妳出道才幾年 對 差不多三年吧 我今年二生 人家十三年了 對 而且 沒有 他就是... 好好賺一點錢 然後真的還有辦法發展演藝事業 他就...那就來吧 我覺得他有那種感覺 所以兩位決定了嗎 應該就是他了 應該就他了 吳懷中嗎 那那個麻煩小燕斯來分享 真的... 好幾乎 除了 相機一萬塊 還有 最有兩萬塊 謝謝 多謝 好辛苦 大家… 大家自己撐下去吧 謝謝 謝謝 掌聲 謝謝 好幾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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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